遇到小問題啦,這個問題其實說真的我也平常比較少遇到 但是剛好有遇到我就特別講 指定句期的時候我名稱 看起來是很乾淨的 這個都會正常是這樣 但是經常有同學他的這個清單裡面長的就是不正常 所謂的不正常是怎麼樣 我弄個比較不正常的給各位看一下 所謂的不正常原因是因為 你這邊名稱 假設已經有一個sab的這個名稱 結果你又把它複製一個 讓他變成兩個都一模一樣 也就是這個 出現兩個東西 那兩個東西的話他會搞不清楚到底你是指哪一個 所以如果假設我們先做錯誤的 這兩個一模一樣的名稱 這個時候如果你在按右鍵去指定句期的時候有沒有發現 他就會變成像這樣的 經常有同學就是出現說老師為什麼你看到就是後面 你前面沒有加這些東西 有沒有 那為什麼 我會有這些東西 那其實主要的原因就是 你的那個sab裡面有一模一樣的名稱 所造成的結果 OK 那怎麼解決 很簡單嘛 你就把它 要不呢 如果因為理論上會有兩個原因是因為你忘了 加一個名稱 因為你如果假設你會有兩個一樣 表示說 你忘了加 讓他名稱 不要一樣 的這件事情 所以如果假設你把它的名稱 隨便加個數字吧 比如說第一個是 第一個不加數字 第二個加個2好了 第三個加個3 反正呢 就是讓他的sab名稱不要一樣的話 OK 按右鍵 有沒有發現指定句期這邊就出現了 有沒有這個就OK了啦 那你再去選的時候呢 就 沒有問題了 就是怕說你的名稱會是一樣的 但是呢 另外還有一個啦 就是說 可能有一種狀況就是因為你的模組太多了 按右鍵可能你插入一個 然後你又插入第二個 有沒有 然後可能因為有一個屬性你蓋住你不知道原來有兩個 然後呢 你這邊加了一個之後 你又把這一個呢 又把它加到模組2裡面 然後名稱又給他用一樣 那結果你這邊看半天 我這邊好像都正常 沒想到這邊也有一個一樣的 那會怎麼辦呢 其實你會發現你再到這邊看一下 他會出現 有沒有 前七名會變成 剛剛又不太一樣 因為呢 他會跟你講說 我發現有兩個 一樣的名稱 那兩個名稱衝突了 可是他放在不同的模組裡面 所以你可以看到 在前七名清除前面有一個Module 1電 有沒有 那另外又有一個叫Module 2電 那表示說呢 一個是放在Module 1裡面 一個是放在Module 2裡面 所以啊如果假設你要避開的話 很簡單嘛 要不就是把Module 2 把它移除掉 要不就是把Module 2裡面的這個名稱 再改個2好了 OK 按右鍵看一下 如果加個2 那你會發現這個問題又不存在 也就是說呢 同一個模組裡面的名稱不能一樣之外 不同的模組裡面的名稱 也不能跟你其他模組的名稱重複 就大概這樣子 那這樣的話 將來你在指定具體的時候就比較沒有問題 不然很多同學看到 跟你的不一樣就很緊張 其實沒有啦 反正就是 主要就是這個地方造成的問題 如果這個可以解決以後 應該我覺得用起來 其實這個工具 我覺得還蠻 算穩定的吧 OK 而且沒什麼問題啦 因為畢竟這個 這個VBA的環境 這個寫這個城市 它出現到今天為止 它其實已經是 幾歲了各位知道 這個VBA出來到現在已經30歲了 也就是這個東西是19 1993年就出來了 所以1993年到現在30年了 它理論上應該已經算是非常成熟 而且 年紀都比各位大 你們應該沒有30歲的吧 OK 所以 理論上它都比你還老了 那顯然它這個應該已經算是穩定度沒有問題啦 所以剩下就是你把 這個工具好好學好 就可以拿來做非常多的 這個資料的統計啦 OK 統計分析其實就靠這個都非常 非常的棒 OK 那其實跟各位講 很多東西 很多的城市 其實為什麼 他有同意說 老師為什麼 你講的eSale很好用 為什麼很多公司都沒有特別去用 其實我後來發現 其實很多公司 沒有特別用的主要原因 我在想說 真的 有一個原因就是 很多人 甚至根本也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用 OK 後來才發現 很多真的是要有人去 把這個功能 把它寫出來 別人才會跟進 不然的話好像真的很多人都不知道原來可以這樣用 好啦 那接下來的話我們來統計一下 剛剛那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所以剛剛我有提到 就是在我們雲端白板上面 雲端白板的大樂透歷史資料 所以你在 雲端白板上面的第四個單元 第四單元這邊 會有一個這個叫大樂透歷史資料 下載這個 這個講義 那你把它打開之後的話你可以看到 這個連結就是樂透歷史 所以樂透歷史裡面的話 那我如果今天希望可以把大 那個樂透歷史上面的72頁 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我應該怎麼做 當然啦如果你不會你說老師我不會沒關係啊 我每天Ctrl C Ctrl V 我一樣過日子 也對啦 真的我之前有問過因為我看到很多那個 每天都在一直C Ctrl C Ctrl V 的人 我問他說你為什麼 不好好就是學一下 讓它效率提高啊 那當然如果你是公務機關 他說那我做不這麼快幹嘛 我做完我就沒事啦 我會蠻無聊的 對 想一想對也是啦 但是前提是 可能你們的那個公司 真的要 事情很少 但是現在很多的公司 其實要求就很 很大 他會希望說你很快把事情做完 才有辦法 所以怎麼做 畫面先還給你們一下 可以把這72頁 不要用人工的方式 負責貼上 怎麼做 首先第一個 你們找到雲端白板上面的這個檔案 第一個 第二個的話呢 裡面有一個範本 這個範本的話就是我們可以 拿這個範本拿來抓程式 所以第一個 你們可以看到在 雲端白板上面 的這個大樂透歷史資料 下載 第四頁 這邊有一個叫sub 大樂透下載 請你把這個sub 到End sub把它複製一下 Ctrl C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開啟 這個什麼 一個新的活業部啦 就是空白活業部好了 OK 然後呢 請你開啟開發人員 把程式貼哪裡 記得 貼到新的活業部裡面的Visual Basic 開發人員自己要開 裡面的什麼 模組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OK 反正以後你寫VBA的第一件事 就是 插入模組就對了 把剛剛的sub程式貼上來 貼上來之後的話呢 基本上應該完成了 不過呢你必須要填兩個問題的答案 第一個問題就是你的網址在哪裡 有沒有URL封號 請你把那個網址 自己貼到封號的後面 那個網址就是我要抓哪個網頁 我要抓的網頁剛好是樂透雲 其實你可以抓 那個我們這個連結也可以啦 或者是說呢你跳出來之後抓這個連結好了 第1頁好了 我是建議你是抓 這邊有個indage page等於1這個 把這個連結把它複製一下 那就把第1頁先抓下來 複製一下 貼到哪裡呢 貼到我們剛剛貼的程式的URL封號後面 記得喔 封號的後面貼上 好 第一個就告訴他說呢你的網址在哪裡 網址給他 第二個的話呢 你的webtable 後面有一個 空的嘛 請你填上5就可以了 你說老師他為什麼是5 其實這個5的話指的就是說呢 你要抓這個網頁裡面的第幾個表格 webtable5指的是呢 這個網頁裡面第5個 那你說老師你怎麼知道第5個 這邊看起來好像只有一個 就這個是表格 其他都不是表格 那跟各位講 其實呢 在那個網頁裡面的表格 第一個他的標籤名稱叫做Tag 就是 小於符號 所以你要怎麼知道他是第5個 有個方法 請你在日期上方按右鍵 找到檢查一下 那你說為什麼要 在日期 其實就是在表格的左上角 按右鍵檢查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呢 按右鍵檢查之後呢 在他的右邊 會出現有一個什麼 你有沒有看到 這邊有個 標籤叫做 小於符號 Table 實際上這個就是一個表格 所以 以後看到小於符號 加一個Table 那就表示呢 這個是在網頁裡面的 是一個表格 那當然你可以把它展開了 所以 按右鍵檢查一下 他實際上他應該是跳到TD 不過你可以往上找 這個就是他的 表格 的位置 那可是你說 老師那我怎麼知道是第5個 不過教各位一個方法 像我的習慣是 我會先按右鍵檢查之後 在這個網 在 右邊這邊叫開發模式 開發模式裡面的話 我會按Ctrl F 這個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Ctrl F Ctrl F的話指的是我要尋找 尋找什麼呢 尋找這個Table標籤 所以你可能要在這邊打一個小於符號 然後打一個Table 意思就是說呢 他會在 這個網頁的原始碼裡面 找一下 這個Table的標籤 到底有幾個 你可以看到 這邊會出現什麼 總共有幾個 總共有7個 那目前你停的是第1個 那我怎麼知道 那個大落桌是第5個 你可以這樣 下一個 這邊有個上下對不對 你可以下一個 這是第2個 有沒有發現左邊喔 左邊上面有沒有動 有耶 所以 理論上這個也是表格 下一個 下一個 這個也是表格 這個也是個表格 可是這個很接近 好像我們要的 再下一個 第4個在這裡 第5個的話 有沒有發現 剛好呢 我選到 第5個的時候 就是剛好我們要的 第6個在哪裡 第6個下面這個 第7個 第7個然後下面 所以喔 我們要的就是第5個 OK 所以把那個WebTable 5把它填上去之後 這樣就完成了 所以我把它執行一下 給你們看一下 也就是說這個程式 把它填上網址 填上WebTable等於5 然後執行它的時候呢 那你可以看到 第5 這個第1頁 Indage Page等於 這個程式 執行之後呢 得到的結果 有沒有看到 這個資料呢 就等於是第1頁的 網頁裡面的內容 有沒有這個是 2023的 2月28 2月28 好像是 禮拜幾 今天是 今天禮拜四 2月28 11月28 剛好就是禮拜二 所以禮拜二開獎的紀錄 就被我下載下來了 好 那請各位試一下 所以我把重點再提示一下 1 請你在那個雲端 白板上面的第4頁 往下捲動第4頁 找到這個範本 在這裡 把這個範本 先貼到我們的Excel 的 模組裡面貼上 第二個的話呢 請你補上這個 這個要記得 補上這個網址 補在封號後面 再來的話就是 把WebTable等於5 填上去 你就可以把它執行了 但是目前執行的話 只能抓 一頁 可是如果今天希望能夠抓 72頁的話 那應該怎麼改 那其實 改的方法蠻簡單的 只要讓它變成2的時候 你再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 它會把第2頁抓下來 有沒有發現 8月15出現了 如果你把它改成3的話呢 再執行一下 它就是第3頁出現了 所以我如果要把全部資料抓下來的話 很簡單嘛 我只要把Indage Page等於 改一下一個變數 它這個變數的範圍就剛好是1到 72號 讓它跑72次 資料就全部下來了 那這樣就輕鬆了 請各位先試一下 畫面先換給各位 到這邊 按著 為了 聽細節